如果你剛剛學小提琴的話 或者你會有一個疑問 到底我要學多久才能考到三級 才能考到五級 什麼八級 我要學多久才能做到這個 其實答案很簡單 就是視乎你多有心 你有心的時候 你自然會放時間去練 你每一天都會定時練習 你練習的時候也會很用心聽 聽一下自己有沒有音不準 你會錄起它 然後再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每一個星期都去找先生上課 找先生給你意見 而先生講的方法你會跟著做 你有心的時候 你會在一份譜面上課 你所用的指法 你有什麼大小聲的東西 你覺得是有助 你做Phrasing 你是有心的時候 你一定會這樣做 會不會有些地方 你經常都會錯 然後你會在那一行 打一顆星 或者畫一些東西 提醒自己 這裡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你去到這裡 經常都會有些地方錯 或者你會有心的時候 你會不會只是那兩個小節 反覆是這樣練 細聲練 用拍子機練 用不同的節奏練 可能是一堆Semi Quaver 你的手指經常都好像很不乾淨 會碰到其他線 然後你就會用短長 短長這些節奏 或者長短長短 不同組合的節奏 去讓手指可以很放心 放鬆地去練 即是當你有心的時候 你會做很多這些事情 你沒有心 你又不找先生上課 一個星期 上一個星期 然後隔了不知多久才上課 那你怎麼能夠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即使你只是想以考五級為目標 或者你想以 我不知道 入到哪一家學校為目標 那你總要付出的 我不是單是像吹水一樣和大家說 這是我自己真實親身所做過的事情 我最初跟黃絲恆先生的時候 我的左手是很… 即不可以說很弱 但是如果要去應付一些雙音的時候 雙音的樂句 手指是不夠強的 左手的手指不夠強 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你一定要練音階 還要你練雙音階 我想我跟他的時候 可能是四五年級 我想我去到五年級的時候 已經要練雙音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只知道那些手指要抹得很辛苦 那我練的琴 練琴的時間可能過半小時 根本就不夠時間 那怎麼辦呢 先生有這樣的要求 家裏也都跟我說 你不可以一直是這樣 你再是這樣 你很難進步 那我自己也很想做得比人好 那怎麼辦呢 那家裏說 那你唯有早上起床練琴 結果我真的這樣做 我六點鐘 香港早晨都沒開始播的時候 我鬧鐘都沒有教 然後我就起床 在廁所那裏練 這個真的有做 一直練到六點半 我想這件事是維持了 我想是年多兩年 真的這樣做 但是呢 當去到有一天 我上課的時候 先生跟我說 你那些六道 你那些finger octave 開始掌握到竅門 我心裡是很開心的 其實這件事是 一定會有人看到 是一定 是很明顯的 你的音準你穩陣了 然後譬如 我是十年之前 我是聘請了一年假 我是去蘇格蘭讀書 那那間音樂學院 如果你是九點鐘 早上九點鐘 你才去的話呢 或者八點幾 八點鐘去呢 那些practice room 是全部每一間都已經 是有人用的了 那你要預訂房 是很難去預訂的 我為了做第一個 是可以選擇去用哪一間房 我真的 在學校開門之前 我就站在學校門口 我是每一天 我都是六點半鐘醒 然後七點鐘 七點鐘準時 在學校的門口外面等著 我是整個學年 我都是這樣做 當你有這些目標給自己 你想考到多少級 你想入到什麼樂團 入到哪一間學校 先要問自己 你有多有心去付出